大家好, 又來到Star Talk的時間 首先歡迎我們今集的嘉賓有 Jason, 陳柏宇 你好 基本上你現在可能一年 都有一張專輯會面世 這個也算是你自己的步伐 也希望可以做到 也是, 我本來又不是拍戲 又不是不出專輯 那豈不是不用做 那豈不是可以多出一些 也很難的, 我想要再多出一些 一年派六首都已經盡了 現在這個年度算多 兩個月派一首都很盡, 真的很盡 這次的專輯, 我可以說是 自從去年紅館演唱會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延續 Fight For的演唱會 是用對得起自己來做主題曲 裡面亦首次唱這個有我 其實在故事上、心態上 都是有一個連貫性, 有一個連延續 本身已經有個概念 是想說人生的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我們的選擇就是 由一些能力的東西 之後就由我一直延續 一種正確的力量 開始有一個下墜 還有味道是有天 有天就是打開門, 看到希望的感覺 我喜歡一些幸福結尾的東西 比較多 對…我也喜歡 我覺得如果你把拖或命盡頭 放在最後的話… 好像沒甚麼希望 整件事… 對, 表達對於我自己的 個性而言, 又不是超級吻合 這次其實這張唱片的頒底上 挺有趣 看到有些老拍檔 Era Chang也合作了很多次 有些是新的朋友 聚落 你這次也跟唱歌 Novo Fergus一起合作 第一次合作 你的緣分是怎樣的? 你跟他 展示有說唱的部分 但我自己就不會說唱 最好是自己作詞 我覺得說唱的部分 也是跟詞有關 精髓是一個詞 對… 所以我們就找Loco的Rapper 看看哪些自己喜歡 然後選了Novo Fergus 因為喜歡 學了唱歌 或者這次的參與度 也多了很多, 這幾年 會不會錄歌上的時間 比較久 有時候我們會錄過的歌 是 即使錄完四天 怎樣 有了 然後再加鼓 再聽聽 不如再錄過 編曲和演唱的方式 是互相影響的 在完全沒有編曲方向的情況下 去錄是不同的 但當你錄過的東西 然後就把東西印上去 是的 你可能會被安排的東西 又能啟發到 你有一些唱法 然後你再改那裡的東西 然後再編 你知道人們經常在工作 遵緩的 是 你不讓遵緩的話 作品可以… 改到最好為止 對, 或是無無止境 有沒有哪一首歌 是特別強烈的? 這個例子 《有天》 因為《有天》有很多時間 我們很早已經錄了 《有天》這首歌 所以其實是錄了很多遍 錄完那些節奏之後 然後再編曲下去 然後編曲之後再錄 再轉鍵 再錄過, 我的朋友 這張唱片的創作總監 Kenji也說這幾年合作 跟她的合作 會否對你來說 也有一點新的衝擊 或者一些新的想法 原來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本身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我跟不同人合作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驚訝到我 是真的 實體的創作 還有背後拍攝音樂錄 我都很放手讓Kenji去做 因為我很信任她 她每次都證實了她的能力 所以我… 自己都很放心 除非她問我 其實我很被動 我一向都是很被動 你問我, 我有意見 你不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 我可以… 照樣去吧 對… 叫你女兒寫一些東西 對…她邀請我女兒 我便去行動那件事 我說我儘量吧 我也擔心她能否做到 因為推導我女兒去做額外的功課 好像挺大件事 還有我有時不是太想放她 太多進入自己的工作 在不是必要的情況下 這次其實也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Fight for的精神 就是想在Fight goes on 延續下去下一代 所以就找Abby去寫 粉蜜登場 是一個漂亮的字 是的 話說回來 都搞了多久 做功課會比較少 做功課的字都不知道寫不寫得那麼多次 我要跟她玩遊戲 是 我跟她說 看看誰寫得漂亮一點 誰寫得好的 是 就可以吃朱古力 但我要給她一個格格 是 因為現在寫字一直都是有格格 哦 是的 所以你沒有格格的話 T字可能… 飛了出去 對 一格一格寫好英文字 然後我們再把它組成 最終她說贏了朱古力 是 數到手指 Jason也入行15年 原來出唱片 我不算演唱會的原聲錄音碟 我已經出了17張了 是嗎 是的 不算演唱會的原聲錄音碟 也有17張 一算演唱會就有20張 也差不多了 但17張專輯 還未算演唱會的碟也瘋了 我發現可能近兩張碟 你是沒怎麼唱情歌的 有抗拒過嗎 一點點 因為還未找到一個適合 或是自己想表達的愛情的題材 又不是不能唱的 那你當作是演戲而已 如果受不了那些嗎 即是那些… 轟烈的那些嗎 讓我哄自己下去的那些… 對 那些可能沒那麼認同 我小時候喜歡聽那些慘情歌 十多歲 十多歲、二十歲頭的時候 是 這就是你的經歷 也是你的經歷 但現在的自己 不是在經歷那些事情的時候 又沒有很需要表達那方面的情感 但不是不做的 是絕對可以做的 現在可能成為爸爸 有家人的 可能唱歌曲 可能會影響到樂迷 或影響到下一代的 是下一代的 所以那些想法會否不同 好像有些使命似的 會的… 想有些教育 希望自己的經歷 或自己的想法 可以幫助其他人的困境 其實你這樣說 也提醒了一些東西 其實很有滿足感的 就是近這兩年 由《戰鬥》的演唱會開始 直到今天 其實聽到很多被演唱會 或這首新碟的歌曲 能夠吸引到度過難關的朋友 這是開心的 比起演唱會的時候 沒有這種滿足感 他也能幫助 我小時候不停聽 但那首歌不是設計幫助他 你聽《固執》 就可以度過你的愛情 不是,其實他是陪著他 只是抒發了每個時刻的情勢 其實我不停幫他抒發 我聽完《固執》之後 我當時釋懷了很多歌曲 但沒有人跟我這樣說過 但是是否要啟發他呢 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又再做爸爸 感覺會否跟你第一次有點不同 第一次就覺得可以做得好 因為… 因為你之前說的 不,我一定可以做得好 你看,我女兒有多活潑 覺得自己不能成績 對,認識他小時候 我已經幫他洗澡 還有那個肚臍 那顆椒的時候 我已經幫他洗澡,我沒有害怕 預計不到的就是會有幾眼睡 你會說他晚上三更半夜會起床 這樣就對了 那時候三時多還沒睡 餵完他那一段夜奶之後 可以打電影 才睡 還可以,剛剛好 然後早上的陪月就來到 這樣就不用搞了 原來是否不是 原來是比你想像中累得多 他一睡 如果我不是做甚麼必要的事 就是跟著他一起睡一會 這次就會預計得到 你的生活變成了在早上 跟你以前可能真的完全相反 早睡是因為我想早起床跟他玩 我可以照顧到他 早上那一段 就是載他上學 可能早上跟他吃早餐 對,以前有多些晚上出街 現在就沒有了,沒有很久了 是 晚上我最好的 就是七點多時回家吃飯 有時候出街吃飯我都嫌 夜,七點多時吃飯 吃飯吃到九點,九點都還沒回家 還沒洗澡,還沒吃飯 真的 但你太太呢 因為之前可能有兩次小產的經歷 之前她說好像也有點陰影 是,讓她自己服務 對,她準備好了就準備好了 Abby準備好了嗎 知道有個妹妹嗎 她知道…她一定知道 媽媽有肚子,難道她肥嗎 沒有…肥而已 但她也是等妹妹出生的時候 我想你就真的知道她的情感是怎樣 從身教為主 可以找到機會去分享一些… 跟她溝通一些心態上的東西 你不能不亂捉著她 我今天就跟你說 人生的課題是沒有的 你要看她遇到甚麼 所以她遇到的時候就可以跟她分享 她遇不到的時候也沒辦法 你知道你是一些道理王 是 你會否跟女兒說道理 現在會,不是要啟發不啟發 因為她始終要明白 她會否說爸爸 你可否不要說那麼多話 那也不會 你想告訴她有甚麼做錯的時候 她會覺得很委屈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是這樣 在說你做錯了一些事的時候 你不可以不專心聽 自己繼續游泳,不認識別人 但我喜歡這樣踢她 我說喜歡不代表你可以做的 不是,你喜歡就做的 是吧 那你要看環境是怎樣的 然後她就開始哭了 但是她哭了,她想抱過來 我就照樣讓她抱一下 但也不是因為她哭 就停止了那個話題 因為我又不想那個哭變成一個招數 所以其實你遇到甚麼事的時候 你就…你要隨機應變 最重要是提醒自己的耐性存在 我期待你,出現這張影片之後 下一張影片又有不同的新鮮感 給大家,好嗎 好… 好,謝謝你 謝謝…